在Word文书彩版里面,我们针对长文件一定就是封面、目录的建制、页码设计。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的是这一份文件,Office23招有自己的名字,Version1,第1版。 如何将所有标题1的文字字形改成标凯体?滑鼠右键点选常用样式的标题1,然后修改。 然后请把这个标题1的字形在这里,改成标凯体,确定。 除了它改变,那你会说这边没有出来,请点这个标题它就出来了。 好,它改成标凯体,这个地方它也改成标凯体了。 好,所以你点选导览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了。 好,那依此类推,我们接下来我还希望把内容文字,这个内文字也改成是标凯体。 好,像这边这个文字它都不是标凯体吗? 滑鼠右键,内文的修改。 对,内文也可以改的。 所以请选择,把字形,格式设定,字形改成标凯体。 这个字11实在太小了,我们改成12好了。 确定。 你就会发现,这个内文字改成标凯体了。 好,这个step1改成标凯体了。 好,所有的像这个关键步骤也改成标凯体了。 首先这份文件,它在最上面应该会有封面页。 然后封面页,接下来就是目录页。 所以,我们的目录里面要放正确的一个页码。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先学会先把那个页码,正确的页码设定好。 那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版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页码。 所以我们现在呢,先去建立封面,建立目录。 然后再来学习建立页码。 好,所以第一,封面页怎么建立? 封面页随便你在游标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请点插入,对,插入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封面页。 那封面页这边有很多,那就请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封面。 好,例如说,这种好了,这边有一张图片的。 好,这就是我的封面页。 那封面页的特色,它一定在第一页。 所以当你今天把显示比例稍微缩小,你看这是第一页,这是第二页。 好,稍微拉下来一点,这是第三页,第四页。 好,依此类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第一页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这边可能就是放标题。 像例如说,这边可以放office23招。 好,这样子一个标题。 那下面副标题可以放作者的名称。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是封面。 封面完毕之后,我是不是要放目录? 所以将游标,例如说落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里? 第二页一刚开始的地方,我稍微放大一点。 什么叫第二页? 因为刚第一页是封面嘛。 好,所以请将游标放在这个一的前面。 好,那放在这边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这个游标之后全部都是内文。 游标之前都是封面。 所以我要在封面跟内文中间插入目录。 所以当然就是游标先落到这个地方。 哎,不是这个一的前面哦。 而是成功的成这个字前面。 Enter。 好,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设定过了。 就是标题一,这边当然你按了一下Enter。 所以这一个段落还是维持在标题一。 所以请把这个段落改成内文。 好,常用底下内文。 所以这个标题一,它就变成什么了? 本来刚刚是二嘛。 它现在就变成一个一,大写的一。 好,然后请多按几个Enter键。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边就是我要放目录的。 所以你可以输入目录。 两个字。 好,这样没有问题哦。 所以我们有封面,然后有目录。 然后以及这一个,好,就是内文。 那通常内文呢,内文这个标题一啊, 我们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标题一还落在,跟它挤在同一页。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哦,要要做,就全部都要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哪里去做这件事,好,记住,当我们要做整体一致性设计,就要想到样式。 那,这边我们希望三个标题一,都应该是要从新的一页开始,而不是从接续前一页的那个后面来呈现。 这个时候怎么做这件事,好,常用样式标题一,滑鼠右键,请点标题一,然后请点选修改。 点了修改之后,针对这个格式的段落,分行与分页设定,请勾,勾什么呢? 段落前分页设定,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段落,这个段落,前面,那就是上一个段落的尾巴咯。 因为这个段落的前面,那就是我刚刚游标放的那个地方,他说,段落前,我就分到下一页去了。 确定,确定,而且呢,这一个,这个有看到,成功简报关键篇,他在新的一页开始,这个,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他也在什么? 新的一页开始,你就不用,以前是不是在这边一直按,e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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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不需要这样做了。 好,那这个操作呢,是透过一致性的设定,只要希望做一致性设定,就可以利用常用样式来去一起调控。 在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已经做好了这个 这个段落 标题一重新的一页开始 我们还是要回来讲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目录它一定是自动产生 绝对不是在那边打字的 好 那所谓自动产生就是说 这边是一成功简报关键篇 就是这些内容应该是要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要告诉我们它在第几页 这就是目录 所以目录怎么制作 好游标落在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一个段落 然后请选不是查入 而是参考资料 好很多人都会选查入 它不是放在查入 而是放在参考资料的目录 然后选制定目录 确定 这样我们目录就做好了 这样我们目录就做好了 好 那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这几个段落其实都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目录 它就是把左边 导览的内容全部都搬来这边 然后你看通常我们一本书的内文 它一定是从第一页开始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这边它显示不是一页 而是二 好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封面 封面不算一个内文页 好 所以这个它算是第一页 然后这边就是第二页 所以一 成功简报关键篇 它就落在第二页 那我们加进去页嘛 你会更有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就目录的制作 哦对 那既然交了目录的制作 会不会删掉目录 删掉目录很简单 就是假设当我今天我点一下目录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呢 Delete 对 Delete Delete 可是你这样删不掉 好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选到这些目录 选到这次目录嘛 选到目录哦 然后Delete 这样就删掉目录了 那删掉目录当然还可以重新再把它叫进来 好 目录 制定目录 所以刚刚如果说你往前删 然后Delete 你慢慢删 假设你有很多时间 绝对可以删完目录 好 那这就是删除目录 但是我觉得更棒就是更新目录 更新目录就是滑鼠右键 更新功能变数 就可以做到更新目录 举例来说 刚刚我希望这边成功简报关键篇 我插入符号 插入一个这个上引号 报的后面插入一个下引号 然后接下来我这个地方成功简报关键篇滑鼠右键更新功能变数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确定 你看这个左上角的上引号跟右下角的下引号是不是就出现了 好 这就是随着标题的修改 那目录这边会跟着修改 以上是目录的增加 他在参考资料里 接下来就是删除目录 还有就是更新目录 下一件事就是页码 因为这个页码他从第二页开始编 这一件事是不合逻辑 我们一定是从第一页开始编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们应该先把页码加上去看看他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制作页码就是插入页码 通常页码会放在页面底端 好 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起见 我比较喜欢放置的是在下面的中间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稍微活泼一点 要看那个就是单位他的规范 好 我先做这一个好了 纯数字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停留在这个地方 颜色是深色 然后内容文字 它是什么 浅灰色 你看一下这边颜色稍微暗一点点 代表我们现在是在页首跟页尾 这个一 这个黑色的一 然后跟这个灰色 灰色的文字 它其实是在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也就是页首页尾区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落在页首页尾 那这个地方就不是页首页尾了 就是文件编辑范围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把这个目录页定义为第一页 接下来内文页定义为第几页 一定是第二页 好 那可是我们一般来说 目录有目录的页码 然后那个内文有内文的页码 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完成这种设定呢 以下又变成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页码设定的重点 请各位一定要好好听 插入完页码之后 我们希望页码分成不一样的结 来去控制 也就是说 假设 结一有结一的页码 结二有结二的页码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当然就把目录变成结一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这个叫做什么 结二 就是第二结 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章结 好 它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它把一份长文件分成目录结 跟内文结 其实结这个单字在中文不太好理解 请想成 就是部分 就是一本书里面 好 你可以发现 所有的内文区 内文页 最前面会有一个目录部分 你就把它想成是目录部分 然后这个目录部分的页码 我们通常放的是i 小写的那个i 好 而且还会做斜斜的 就是以区分 它与内文是不一样 那内容 内容 内容 文章的 这个地方放的 当然就是中规中矩的阿拉夫数字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先离开这个夜首夜尾 离开夜首夜尾 方式很多 你可以点 夜首夜尾 工具设计里面的 关闭夜首及夜尾 或者是 你就直接在这 一般内文区 快速点两下 所以这两个方式提供给你参考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分节设定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节 就是 目录部分 的第一节 怎么做 首先点选 版面配置 分格符号 分节符号 下一页 再说一次 一点选 版面配置 当然第一件事情 你要游标 例如说 游标落在这边会更适合 好 不过 我先放在这个地方 来去做讲解 先落在这个地方来去做讲解 应该是要在他的后面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 一 点选版面配置 二 分格符号 三 分节符号的下一页 不要点到上面 是分节符号的下一页 那这个其实是要把他给删掉的 好了 因为因为这个分节符号要落在刚刚断落的后面 这个是节一 这个是节一 下面这边这就是节二了 好 那中间的分格符号在这里 那有些同学看不到分格符号 我告诉各位 他在这里常用的这一个符号 显示于隐藏 编辑标记 因为分节符号这都是属于编辑标记 什么段落 这个enter 这都是属于这个编辑的时候才会需要用到的一个标记 像太普建也是那个定位点符号也是 好 你可以关掉 关掉你定位点符号看不到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个分节符号也看不到了 但是还是看得到什么 段落 段落符号是看得到的 但是你这边你就必须要理解 段落符号不是编辑 段落符号不是编辑 在沃德里面 假设你看一个新的文件 左上角一定会有一个段落符号 它不是因为编辑产生出来的 它只是示意告诉你说 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段落的最后 那接下来我还是要请各位点选常用 这个显示于隐藏编辑符号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叫节一的页码 这个呢叫节二的页码 那这边我们看到什么事情 节二这边的页码 是不是讲得很奇怪 好 节二的页码呢 它比较奇怪的地方是 它的第一页是没有的 没有页码 好 因为它节二比照节一 节一的第一页是封面页 封面页不会有页码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修改页码的设定 如何修改页码设定 请记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就是我们先从后面的节修改前面 也就是先修改节二的页码再修改节一的页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修改节二 它不会破坏节一的页码 那如果修改了节一的页码 那我们等于说连带的会影响到节二的一个设定 所以我们先从后面修改回去 然后把它断开 就是我们在修改节二的时候就说设定 我这一次的修改不要去破坏到节一 不要去继承节一的页码设定 那可是如果你修改节一 它是什么 它是要给人家来继承的 所以它就没有这一项设定说 以后不要给别人来继承那个页码的设定 好 它是这样的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到底我刚刚在讲是什么意思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说先修改后面的节 也就是节二 也就是内文区的页码 怎么做 怎么做修改 那刚刚我们是不是做那个页码 页手页尾的设定 好 那是用插入底下的页手页尾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当我今天我想要修改这个页码 可是又看不到啊 所以你就不能够点它两下 可是第二页是不是有这个页码 当然啦 我知道说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修改这个页手页尾 其实它是在什么地方 它是在刚刚插入页码 就会产生的 那当你要再次进入的时候呢 这边快速点两下 你看当你在页手页尾的地方 快速点两下 这边 这个位置快速点两下 然后都可以叫出页手及页尾工具 好 首先你要认清楚 现在在页尾 这个地方叫页手 当然 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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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页 内文第一页的页手在这里 第一页 页尾在这里 好 那 在这个地方 请注意 这是节二 的第一页 页尾 第一页尾 没有页码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叫页尾 页尾就是说 节二的所有设定 要计成 节一 也就是 节一怎么样设定 节二就是怎么设定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 节二的第一节 请把连结到前一节 关掉 这个页尾就关掉了 左边这个根本就是在讲说 这个地方是 节二的 第一页尾 的页尾 你看这边就在讲这件事 可是刚刚这个铜钱 我这边关掉 关掉就是本来是按下去的 再点一下它 它就变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铜钱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做的设定 它就不会影响到 不会受到前面 也就是节一页尾的影响 那可是这个时候 我还正没有页码 没有页码 我们就插入页码 对不对 这应该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插入页码 插入页码 然后页面底端 这个 这个零 一定要改成一 那怎么改 好 就是首先选到它 然后请把页码 的页码格式 从这个地方 起始页码 设为从一开始边 因为我们内文页 没有地零页 可是封面有 因为封面 它真的不是 那个内文的第一页 封面在外面 封面在一本书的外面 好 确定 所以这个改成一了 相对的 请注意 这个二 现在所指的这个二 因为它有铜钱 所以它的铜钱是谁 它的铜钱 请注意 这个二 的铜钱 是指 目录 也就是第一节 的第二页 所以 建议也把它给 关掉 那关掉 铜钱 不见了 但事实上 连接到前一节 也不 因为被我们手中 关掉了 可是这个二 还在 这个二 是因为 这个一 好 所以这点 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当然第二页 我们就这样设定好了 第三页 你去看一下 一定也是成功的 第四页 也是成功的 那 接下来 我们的目录页 我们要不要做任何的动作 你只需要修改它的样式 变成那个 罗马字小写的数字一 也就是那个i 好 然后 我们选到 选到什么 节一 的 页尾 然后 选到 这里面的一个 页码 针对 这个 页手机 页尾 工具的 页码 页码 格式 点选 点选 我们的数字格式为 那个i 然后确定 这一页 是封面页 是没有的 然后这是目录页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i 好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先把这个字 稍微变大一点 在字形里面 因为是英文字形 它其实是有分 那个times new romaine 它是称底文字 而real 它是无称底文字 serive unserive 那无称底文字 就是 你可以很清楚 看到 好 例如说 我改成i 你就可以发现 你可以很清楚 看到这个i 那 我们 还是把它稍微 射大一点 好 射到14 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页嘛 我们也把它设成 因为数字 设成areal 让它清楚的看到 也设成14 好了 然后 我们的页首页尾 这个1设定好之后呢 这个2 没有动 然后把它一样设定好 设成areal 好 就是 无称底文字 它有一个特色 它没有那个花俏的 那个serive 就是那个边 什么衬衫 衬衫那个领 好 那 接下来呢 就是 它可以很忠实的呈现 它的一个 圆滑的一个 线性 让我们知道 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 好 所以当 很小的字 我们一般是用 on serive 也就是无称底的文字 像areal 来去做呈现 那 标题字 因为它可以做很大 又要漂亮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设定为 就是 times new remain 这种serive的字型 那 接下来 您可能就会想说 那标凯体 标凯体它是属于 那个 称底 还是无称底 标凯体 跟 新细名体 好 一样 一个就像areal 跟times new remain 的一个 分别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用 都是用标凯体字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的习惯性 好了 那取消我们的 页首页文 我们现在去看 对一下答案 封面页是不会有页码的 这是目录 目录的第一页 好 这是内文 这是内文 内文的第一页 内文的第二页 依此类推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观看一下 目录 这边 因为我们的内文已经从第一页开始了 所以这个2即将要变成是1 好 滑鼠右键 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您看这边是不是都变成1了 好 以上是针对目录的一个设定 以上是目录 页码 页尾的页码 还有内文页码 就介绍到这边 是针对目录的页码 是针对目录的页码